Hello大家好,我是老王 我现在还在安徽黄山 因为差不多一周之前 黄山就已经进入了梅雨季节 所以几乎每天都在下雨 并且雨势还不小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条新闻的推送 说整个安徽省已经进入了 山红红色预警 尤其是晚南山区 我现在算是在晚南市区里 虽然没在山里 但是像我前几天在山里的时候 也看到了有小面积的这种三体滑坡 三体滑坡了 所以不建议开车 虽然没造成什么人员的伤亡 而且新闻里介绍 安徽中型和小型的水库 153座全部都已经超现了 现在正在按照规定在泄洪 其中中型水库是5座 小型水库是148座 全部都超往年同期的20%左右 所以说这个时候 想要来黄山玩的 我建议你们稍微等一等吧 因为毕竟不是什么急事对吧 而且现在天天下雨也玩不了什么东西 你们等到7月中旬以后再来吧 然后呢 那个时候梅雨季节也过了 这边雨也就雨量就偏少了 然后呢 你们再过来溜达溜达玩 在山里避避鼠啊 比现在过来要强 而且还安全 那如果说现在就在山里的啊 还是小心一点吧 能尤其是下雨的时候 看看天气预报 我看天气预报呢 今天虽然现在外面还没下啊 今天是终于到大雨 然后明天后天 大后天 好像每天都有大雨 暴雨啊 然后反正每天都有雨 基本上天气预暴暂 还要持续一周 但是我估计到7月初 应该没什么问题 所以说在山里的人小心点啊 现在是黄山黄山区吧 早上8点多 今天早上还算给面的啊 但是昨天晚上确实是下了一晚上 你仔细看路面 包括地上还有一些积水 现在已经渐渐的在干了 刚刚看远处的山里呢 我这窗户只能开这么大啊 我这远处的山里呢 雨雾缭绕的 估计还是会下雨 如果没事啊 也就没事 你在山里玩 开个车 慢点开 小心点 其实也没什么事 你就怕你遇到这种 小面积的三体滑坡啊 之类的这种 会影响你的行程 那这也都是时间上嘛 出来玩也都是小事 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你万一要遇到那种大型的事故 怎么办啊 对吧 大型的这种三体滑坡 山红来了 谁也说不准 万一要来了以后呢 你说你在里边干嘛 民宿到时候有可能都不开了 就是最后一句话嘛 阿神啊 做人啊 最重要的就是开心了 出来玩啊 更重要的也是开心嘛 对吧 现在还在外边玩的 自己注意小心 整个江南都在江战户 加上安徽 全部都是梅雨季节 没出来的呢 晚两天再出来 对吧 OK了 下个视频见 拜拜